在影片開始前我們先來看一段 老Z調查線的這一集 女子高中生的入殺事件 他那時候是要劍殺的 他講喔 他 他也不知道 他說 他所有講的他說 在那裡面金屬館裡面 那個以前日本 殺過人的武術刀那個 有些人是殺過 幾百人的那個 他說有時候 在那邊花 花那個千光 影片當中有提到一把日式酒吧軍刀 現在放在這個歷史文物館裡頭 而整起的命案都跟這把軍刀有所關聯 甚至牽扯出這把軍刀有受到詛咒 這可不是胡亂說的喔 這把軍刀上面刻了一行字叫做 南京之義 殺 107人 而除了這起 女子高中命案之外 另外一起的意圖謀殺案件 也跟這把軍刀有所關聯 所以 我接下來要講的故事呢 就跟詛咒的物品有關 叫做 受詛咒的 人頭骨 你有聽過人骨法器嗎 在藏傳佛教這一派的話 他們會把人骨 但不是隨便的人喔 是喇嘛修行者的這些骨頭呢 取下來作為法器供後人修行所使用 而這些人頭骨也是相當的稀小的 因為我剛有提到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一定要是喇嘛或修行者 其中又以人頭骨 又是天靈蓋這個地方啊 所拿出來的這個法器 更為的珍貴 不過人有206根骨頭 每根骨頭它可以拿來做不同的部位的一些 轉變 好比說像是這一節小骨頭 他也就可以拿來作為 可能是人骨的這個佛珠 來作為一些使用 但是你會很好奇 像這樣子的骨頭 他要怎麼樣去分辨真骨 有沒有可能他是 塑膠合成 而形成的人骨 其實在硬度上面會有很大的差別 有時候有些人拿到這種人骨的話 他會直接用咬的 這種硬度就可以知道說 他是不是真的假的人骨 那在這邊請你不用擔心 因為這是我之前去吃麥當勞 剩下的雞骨頭 炸雞骨頭 不是人骨 這一段的唬爛內容 是來給你做一個梗的 但我接下來要講的故事 一點都不唬爛 而我會以第一人稱的方式 來敘說 許曉潔告訴我的 真實故事 大家好我是大偉哥 很多人叫我David或大偉哥 沒關係 那我自己是做二手車買賣的 這一個工作啦 當時很多人知道我知道說 我就是鑽這個進口車 買賣車等等 但也有人知道說我的一個興趣就是 我很喜歡宗教文物 古腕古董這一類的 舉凡神像 或是一些道教佛教的一些聖物聖品 不管你是泰國的 西藏的 還是台灣的 或是大陸的 就算是日本神像這些 我都喜歡收藏 而這些興趣啊 其實知道的人就知道 他很貴 幾千塊幾萬塊到幾十萬幾百萬都有 也因此有人說 David 你這樣子的這個興趣實在是太貴了 你這樣花錢 不會覺得心痛嗎 你要知道一件事喔 我買這些東西 我是可以拿去轉賣的 所以它是我的興趣 也是我的副業 有時候從這些轉賣的過程中 我賺的還比賣的車 的錢還要多 那也因為這樣子啊 所以大家都常常把我把 二手車跟 宗教文物的這些 收藏家 劃上等號 有一天我一個 朋友的朋友在一場聚會場合中呢 介紹給我認識 他姓 盧先生 他知道我有在收藏這些東西 他就說他自己手邊有一個 這個 人頭蓋骨 是一個九十多歲的喇嘛 過世後呢 取下來 經過一些處理之後呢 代代相傳下來的 他有這個收藏品 想要賣給我 轉賣給我 我這就有興趣了 我那時候是先看他的照片 覺得還不錯 所以約了幾次之後 他把東西帶出來 當時他開了一個價格是 20萬元 要轉賣給我 當下我就覺得 有一點便宜 所以我心確實動了一下 我又想買 可是我覺得 正常來講不會這麼便宜 所以我再繼續追問 這個盧先生才跟我講 因為他 工作上面的資金 需要一些周轉 所以他必須 急需用錢 他只能割愛賣給我 你既然都說你缺錢了 我怎麼可能 20萬就跟你 真的買下來 我就一路 砍砍砍 業務心態嘛 砍到15萬 成交 你知道我那時候 以15萬元買到這個東西 先跟你們講一下 他叫做人頭骨 其實他有個專有名字 叫Gabala 那他因為是一個 碗的形狀 專門放這個 佛教七寶的聖物 也有人拿來當 驅邪必凶的聖物 所以這Gabala碗呢 當時 一拿到的時候 我非常興奮 興奮到我前一晚睡覺 真的是睡不著 我一拿到這個之後呢 我是把他帶去我另外一個家 在山上的一個 算是 個人招待所 專門放我這些 珍貴的一些玩物的東西 我帶去裡面找一個位置 把它放好 放在這個神壇上面 看了很久 把玩了很久 他本身的這個質地呢 有點老舊 因為已經年代久遠 沒有任何的銀飾 或者是一些雕工作品 就是一個人頭骨 乾乾淨淨的 我很喜歡這種原味的感覺 所以我玩了一下子之後呢 我就回家了 但是怪事 也從我開始買到這個 Gabala碗之後 入選發射 我的大腿內側這邊 跟我的手臂這個地方 開始長出一些像是 血或者是濕疹的東西 就很癢的刺 一服一摩擦就很癢的刺 我看了很多醫生 每個都說是黴菌感染 但是也有醫生跟我說 這有點像濕毒 那我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但是你的藥怎麼吃怎麼查 都是暫時減緩這個效果 過一陣子它又會冒出來 那既然如此我就開始想說 會不會是家裡太過潮濕的問題 那一陣子 我那個家 也真的開始變得很潮濕 我是住在山區那個附近 買了一間小套房 那個家呢 在那陣子就是我去摸桌上 或者是椅子上 這樣一摸都有一層水 怎麼家裡會潮濕成這樣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除濕機 那在這個我放文物的這個房間 這個收藏房間 放了一台 客廳啊 臥室啊都放 24小時不停的抽水 可是家裡的這個狀況 只有稍稍改善 還是很潮濕 有一天我就跟朋友在那邊 在我的招待所喝酒喝完之後 我就睡在那個地方 我當時在睡覺的時候 因為真的是睡不好 那陣子不知道是被濕疹的東西弄到睡不好 還是精神狀況都很糟糕 所以我睡一睡之後 我就乾脆下床要去喝水 我一下床腳一踩在地上 我就被一灘水給冷醒 嚇醒 怎麼我的這個床園邊有一灘水 我順著這個水痕走走走 走到了 我放文物的那個收藏房間裡面 我一開門的時候 開了燈 除濕機正在運轉 剛剛剛剛剛剛 不停的在這個 抽水 可是 他裡頭放這個 除水的這個 櫃子的這個地方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他 水不斷地溢出來 壞掉 那我趕緊先把它先拔掉 免得漏電 先拔掉 然後開始拖地 可是拖一拖著我覺得很怪 如果除濕機這個地方 就算他這邊的水桶打扮 理當來講應該是呈現圓弧 這樣四散狀 怎麼可能會像曲道一樣 有一條河川流流流流流到我的房間邊 匯集在我的床園邊 這感覺很像是有人 順著這個水走過來的感覺 當下我是這麼想 後來呢 過了一陣子之後 我又請了一些朋友來我家裡喝酒聊天 然後炫耀一下我的收藏品等等 當時我喝到一半的時候肚子有點痛 我就跑去廁所上廁所 後來那時候有一個朋友來敲我的門 砍砍砍砍砍砍 我就說 等一下 過一陣子他又敲敲敲 我就說 等一下啦 突然間我那個朋友在外面 喃喃自語起來 好像有人在跟他對話一樣 講一陣子之後他就出去了 那我那時已經有點幾分酒意了 喝完酒之後我就出去找那個誰誰誰說 啊你剛剛幹嘛就是不等一下 一直敲敲敲急什麼 然後他才反嗆我說 你才奇怪 你在裡面幹嘛 莫名其妙一直講泰文 我沒有講錯 還講一些我聽不懂的文 我說什麼什麼泰文 他說我也不知道是泰文 還是什麼文 反正就不是中文 就講很奇怪的語言 我那時候就覺得 難道我家裡真的 多了一個人 我開始正視這個問題 也許你在這個鏡頭當中 你已經知道說 就是你那個卡巴拉碗出問題呀 但是你要知道 從我買那個碗之後 我陸續還有收藏很多的收藏品 而且工作上面 或是跟人交接觸 事情真的太多了 沒有人會第一時間就把矛頭指向我 買的那把 那一碗卡巴拉碗 當時在那邊 大家彼此自我介紹的時候 他知道說 我有在收集這個 而他本身是泰國文物宗教的 專家 但是他一開始的起家 是從西藏天珠 這一類的開始起家 所以他對於 卡巴拉碗是有研究的 我拿照片給他看 好他看了一下之後 他皺眉頭 不斷的放大 放大到不能放大的時候 他又仔細的盯著 看了一下 他就直接跟我說 我覺得你 你這個碗有點問題 我不知道 我覺得直覺就是 他是從哪買來的 他就這樣問 我當時有點生氣喔 你是現在嫌我這東西是假的嗎 可是我也沒表現出來 我就告訴他說 這個東西是我什麼什麼什麼 一個90多歲的喇嘛取下來的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他聽完之後 他非常專業寫一針見血的說 如果他真的是90幾歲的喇嘛代代相傳下來 就算是20萬元都太便宜了 然後他看我沒講話 他接著說了一句話 他說 坊間是有蠻多人會用來路不明的屍骨 做成這種 嘎巴拉碗或是人骨髮器 其實你上網查新聞有 話說到這邊 雪茄的這個 主辦人 活動人他就拿雪茄過來 剛好給我們抽 所以我們的話題就到這邊 我開始找很多的老師 去詢問 把我的狀況 告訴他們 老師都說你這樣子 應該是有點問題 要處理 中間有被騙錢過的 也有遇到那種能力不足辦不了的 好不容易找找找找到一個大師 他要來我家裡看看 當時他一來家裡之後呢 我就帶他去我的房間 我也沒跟他講是哪一個東西 但他第一個時間就走到我那個櫃子那邊 盯著那個嘎巴拉碗看了一下 他轉頭就問我說這是什麼 我就跟他解釋說這是個喇嘛 怎樣怎樣 他說你從哪裡來的 他說這個東西感覺就 不是一個正常的東西 而且 你看一下你周遭的物品 所有木製品 發黑發霉的 其實是沾染 晦氣 不是發霉 尤其是靠近這個 嘎巴拉碗 只要這個 聖物你旁邊的神像 你旁邊的這個 舌頭邊 或者是什麼東西 他本身的磁場不夠強 很快就會被這個嘎巴拉碗 的邪氣 給渲染到 黑色的晦氣 不過也好 就是藉由這個機會 我剛好可以篩選出 原來我周家裡有哪些東西 是假的 後來我就問說 那我要怎麼處理這個嘎巴拉碗 那位大師直接說燒掉 二話不說燒掉 好歹那也是15萬元 那我說 你要我直接燒掉沒別的辦法嗎 他就說 第一它就已經不是真的了 第二我知道你燒15萬元很心痛 那你就把它轉賣給下一個倒霉者 把這事情轉賣下去 你多少拿一點錢回來 二來這件事情就被別人帶走 不干你的事 但我真的不建議這麼做 因為因果循環 我當時聽完之後就決定 等我處理完這嘎巴拉碗 我就來找兄弟處理那位盧先生 後來那個大師就把這嘎巴拉碗帶回去處理 我就陸續跟他做一些聊天啊 幹嘛啊 關心一下我這個碗啊 他說一帶回去時 他沒有馬上把它燒掉 他是先跟他這個好兄弟啊聊一聊 然後進化他或是超渡他 最後才把他燒成骨灰處理掉 時間拉得非常長 我問他說 到底是不是一個喇嘛 他說其實不是 後來他那個形體出來 是一個 感覺像是一個 中年男子 皮膚有點有黑 然後他根本不是什麼喇嘛 身體非常的濕搭搭 生前應該是膩死的 但是我在繼續問時呢 這個大師他卻說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講的不是中文 我也聽不懂 所以反正最後就把他送走就是了 後來我也找到這個盧先生了 好不容易找到他 因為他接下來呢 Line不讀 電話不接 但是我透過關係把他人找過來 好好吃個飯 他也說到當時他拿到這個 Gavala碗的時候呢 他出了一場車禍 差一點點就要死掉 他才急著想要把他給轉賣掉 因為也有人說你不能留在身上 而當時他買了50萬元 他也答應我這15萬元會慢慢還給我 不過還到一半他人又消失了 但是說真的我看他人比我還慘 我也就不去追究了 其實收藏這些古腕這些東西 都會有一定的風險 畢竟 我們都不是真正真正的專家 你無法分辨真假 如果今天你買到這個東西 他是假的 是塑膠的 是木頭做的 那你就算了 因為他就是假貨 沒有任何的功用 但如果你買到的東西是真的 但他是仿冒的 好比剛剛的這個人骨 他根本不是喇嘛 他是一個可能流水師 或者是無名師還挖出來的 那可能就會有問題 有些時候的收藏品 也會有一樣的問題 因為你不會知道 他是不是 盜墓者的 挖出來的 陪葬品 所以還是要三思而後行 跟你信任的買家 去購買商品 不要去網路上面買一些來路不明的 或者是為了撿便宜 而去買一些你根本不知道他背景的東西 作為收藏 好啦我是錯別字 我是賴正凱 我喜歡鬼話連篇 但我不胡說八道 如果你一樣喜歡聽鬼故事的 可以到我的粉絲專頁來看 如果你有鬼故事的 一樣可以到這邊 投稿給我 我們下次見 掰掰 123123123 大家好我是錯別字 很多人都跟我反映他找不到 靈異錯別字的影片要在哪裡去看 那好 今天我就來告訴你 怎麼樣找得到 靈異錯別字 第一你可以去搜尋中天社會頻道 裡面的欄目往下滑就可以看到 靈異錯別字 除了我之外 還有老子儀、辣妻、大兵紅等精彩的影片 第二就是直接在搜尋欄打 錯別字賴正凱 那是我個人的YTT頻道 除了靈異錯別字的影片內容 還有一些相關我的生活小短片 你也可以在搜尋欄上面打 Hashtag 靈異錯別字 一樣找得到 好希望這些方式可以讓你更快找到靈異錯別字 我是錯別字 我是賴正凱 我喜歡狗狗的影片 但我不胡說八道 掰掰